日前王月欣离婚消息公布后有网友发现在19年12月的杂志采访中 王月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常常跟我老婆讲有一天我会离开你 我自己背上行囊去过一个人的人生 他还称结婚这件事与前和年龄都无关 当下想去尝试婚姻这件事我去了 如今放到现在看很可能是王月欣想要去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毕竟他也曾在之前总是和吴雅婷一直说这样的话 突然发文官宣已经离婚 让很多网友都惊呆了 而两人在上次公开秀文案还是在6月21日 如今已经过去将近6个月的时间 期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 而如今二人既然已经选择官宣离婚了 想必也是二人经过沟通后深思熟虑的结果 虽然离婚但是还是会一同照顾两个孩子 也祝福二人可以找到日后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喜欢就定乐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转发生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